尼夫所书第十章十一节 写完之后同样的 在接下来就是你要以爱心说成的话 你要在爱中建立自己 接下来很多的教导 让我们来学习在教会里头彼此的相爱 这尼夫所第十章说这样 彼得前书第十章十一节 所谈到这两个恩赐 同样在此前也提醒我们 我们彼此要切实的相爱 所以你可以了解 为什么圣经谈到属灵恩赐 一定接下来都谈到爱 因为他知道属灵恩赐所带来的挑战跟诱惑 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了解 我们要彼此服侍 他就是需要有谦非人心 因为属灵恩赐是让我们来服侍神服侍人 但是你服侍的时候 你的心态一定要结尾 第四个我们来看就是要造就他人 这看来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这个属灵恩赐不是让你觉得很舒服 不是让你觉得得着荣耀 而是让你让我能够来帮助别人 能够来帮助别人 那这种心态呢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一个图表了 这图表大家还熟悉吗 在讲千里瑞瑞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图表 这图表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平衡也宝贵的一个真理 所以我们明月成长的确要谈圣 我们要追求属灵恩赐 但是呢 我们也一定要圣经做我们的基础 让我们知道行在真理当中其中包括前辈 同时呢 也要来操练破碎自己 使得起 好让圣灵可以在当中来管理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合用的气 那这三个 若是能够平衡的时候 那我们的灵力就会持续增长 若是少了一个 少了任何一个 或是两个的话 那肯定会带来许多的困难的问题 甚至使人跟人之间产生极大的好危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那还有另外一个观念 我要跟大家谈 这个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仰最主要的 建立在圣经当中的论说文 我们国内称为论说文 对不对 还是称为说明文 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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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建立在叙述文 是不是叫叙述文 就是像历史啊 或其他那种 序式 序式文 那我再来讲一讲 那我再来讲一讲 一论文跟 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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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显然有 南派跟北派 义论文 都可以 敌述文 义论文 义论文 好 这个都可以 反正我们都知道 这两个题才能理解得好 那我们的信仰 比如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的圣经 你继续 义论文 义论文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 你可以了解 我们的信仰 是乍生在这种的 义论文 义论文 然后呢 那 这个像我们提到 就是说 你信之就有永生 你不信之就没有永生 那这种就是一种 义论文的这种词句 让我们知道说 譬如说 还有另外 市长 没有一个艺人 一个都没有 那这种都很清楚 而不是谈一个故事 的过程 等等 那同时呢 我们也了解 在声音当中 有很多题材 的确是 叙事文 像 很多像 草西基啊 福音书啊 这种 那有很多这种 记载的事情 要发生 但是我们要了解 要怎么去分辨 因为有很多事情的记载 在这里提到 不一定会从 一世出现 譬如说 以色列过洪海 你不能说 以色列当初 知道过洪海 所以呢 我就到洪海 那地方 我就把一个帐 像摩西一样 举起来 然后就 期望这个神经 再一次出现 不要 不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怎么来 处理 在 叙事文当中的 这种的 应用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那 从这种角度 来谈谈今天 这种灵恩现场 我们刚刚所谈的 这种灵恩 譬如说 刚刚提到的 神奇的疑病啊 讲那种 重复的那种 蛇音 或听不懂那种 方言啊 或是谈到这种 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 这种的情况 会倒在地上啊 这种一般的 这种所谓灵恩的现象 基本上很多是根据于 使徒行传 那使徒行传呢 大家要了解 这一本书信 它是 叙事文 它不是议论文 它是 谈到 这个教会 当初怎么从耶稣 神天以后 然后就一直的传递 一直到 保罗 这个二十八章 关在罗马的街里头 是一个什么 去使徒行传 所以你可以了解 而且呢 这个使徒行传所记载 是一个新约跟旧约当中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过渡的时期 在那时候 非常的特别 因为 教会刚成立的时候 可以了解 而且就是 成立在 圣殿当中的所谓 成立在 耶路撒冷的城市里 所以 在这种过渡的期间当中 若是没有很特别的那种 神的大能 在彰显的话 你想想看 那 犹太尔肯定怎么样 把这小小 成立的 这个小团体 一定马上 就会把它给灭掉 但是 在使徒学院里头 就是告诉我们 在这波渡期当中 神特别的能力 在当中 来彰显 所以 假如我们 不小心地 处理这里头的 经文 以及应用的话 我们可能会带来 许多多 争议 带来很多人 不同的看法 等等 所以 这是我在 谈这属于恩赐的时候 先给大家的 一点的 分辨 然后 接下来 那我们就要谈一些的 词句 这些的名词很特别 这些名词很特别 那 我们常常听的时候 也不太清楚 它是什么意思 那这些的 是什么呢 在这里头提到 在这里头提到 圣灵的洗 圣灵的交代 圣灵的降临 受圣灵 还有 但最常提到 圣灵出门 这些词句都非常特别 那这些词句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而非 每个人看法都不太清楚 但即使 即使史无新在 是一本 叙事文字 但是我们 若是用一种 归纳的方式 来看这些的名词 怎么能出现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 来分享一些的重点 这个图案当然是一个 艺术家手画 谈到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相信各位都了解 实际上第二章 当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 然后呢 圣灵就这样的降临下来 再有大风的情况 然后 圣灵火焰 好像舌头 在一个门徒 的头上发生 这个时候 把它给挂下来 这种情况 这也是我们 非常 这个觉得 神的大能的作为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 从这些的经文当中 在实际上 我们来谈一谈 刚刚所谈的圣灵的喜啊 圣灵的浇灌啊 圣灵啊 圣灵充满 到底是有什么差别 那第一个 我要跟大家谈 就是 在实际上 第一章 第四集 在耶稣升天之前 他告诉 在他走过的门徒 讲说 不要离开幼赛 然后呢 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喜 这耶稣讲得清楚 你们多几日 要受圣灵的喜 那果然呢 在五旬节到的时候 在第二章当中 就提到刚刚 那张图画当中 所发生的情话 一阵大风刮 然后就有 圣灵就交换 在人们的生长 然后 个人就说了 各国不同的话 然后就吸引了很多的 那时候来过节的犹太人 到他们面前 然后彼得就站起来 讲这些话